同学们大家好 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整数规划的第三个立体 钢管切割问题 那第三个立体它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背包问题与指派问题不同 背包问题和指派问题我们说过 它们是典型的零一规划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零一规划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整数规划问题的一个特例 那像这个钢管切割问题它也是整数规划问题 但是它不再是零一规划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怎么样来进行一个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题杆 假设现在某一个单位它需要加工100套钢架 那这每一套钢架里面一共有三根圆钢 那这三根圆钢的长度告诉我们来了 2.9米 2.1米和1米 大家看那这一套钢架里面 这个三根圆钢的总长度应该是2.9加2.1加1对吧 等于6米 然后现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原材料 就是我们这个钢材它有一个原材料对吧 原材料的长度为6.9米 题目问我们怎么样来切割我们这个原材料 可以使得我们使用的原材料最少 那大家看到这个题目 我估计有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怎么分析 那我就带着大家来分析一下 大家可以先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咱们先考虑一个最为简单的切割方案 那这个就是我写的分析过程 我们现在考虑一种最为简单的切割方案 那我们可以直接说 你给我提供100根原材料对吧 我在每一个原材料上面 我都截取2.9米 2.1米的和1米的圆钢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家想 因为我们每一套钢架里面 都需要我们这三根圆钢各一根嘛 那这样的话因为原材料的长度是大于6米的 6.9大于6对吧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原材料上面都可以截取一套出来 那这样的话我只需要准备100根原材料 我准备好这100根原材料之后对吧 那我就可以交差了 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那这样的一种切割方案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说你这样切割的话 大家想6.9米因为大于6米嘛 所以你实际上在每一根原材料上面 都留下了0.9米的长度对吧 那我们把每一根原材料上面剩下的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简称为尿头 那这个尿头它的一个长度就是0.9米 那这种方案就是因为存在这个尿头对吧 0.9米大家想如果你把这个尿头 如果你把这个尿头对吧 给它混合一下 比如说如果我第一根原材料上面这个尿头 和第二根原材料上面的这个尿头对吧 它们如果能够拼起来的话 那该有多好啊 因为你拼起来之后等于1.8嘛 1.8是大于1米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说明我们这种 最简单的这种切割方案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大的浪费的对吧 那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就可以采用混合切割方法 所谓的混合切割方法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原材料上面对吧 我们可以给它选用不同的切割方案 那我们把这个切割方案给它组合起来 我们只要能够 我们只要能够得到我们这100套钢架就可以了 当然你如果混合起来的话 你使用的这个原材料肯定是 至少是小于等于100根的 因为最差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在每个原材料上面都截取这样的一套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要找出所有可行的切割方案 就说因为你现在要使用混合切割方案 那你就需要找出所有可行的切割方案 那你这个切割方案 大家想切割方案 你这个最差的情况 你可以把这个上限给它设定为0.9米 为什么 因为我最差的情况就是说 我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对吧 我可以给它各截取一根 这样剩下的就是0.9米 那我们就可以用为以0.9米为上限 用煤句法来找到所有可行的切割方案 那具体这个煤句法怎么样来操作 我们到时候会在Metilab中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写代码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一共有7种切割方案 大家看一共有7种切割方案 A到G 我把这个7种切割方案 它的表格列到了这里 好 我们来看 首先 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个切割方案 切割方案 是这样切的 它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切一个2.9米的下 那剩下的是4米 它把它切成了4个1米 这个是A方案 那A方案 它就刚好用完了我们这个原材料 6.9米 那剩下的尿头的长度就是0米 这个是A方案 那B方案 B方案 它切两根2.9米的下来 然后切一根1米的下来 那这样的话 它用的这个原材料应该是2乘1 2.9 加上1乘1 对吧 等于6.8米 那剩下的尿头长度就是0.1米 同样的 我们找出了C方案 D方案 E方案 F方案 和G方案 大家注意一下 这几种方案 这7种方案 它们剩下的尿头的长度 都是不超过0.9米的 直接在这个原材料上面给它切合出来 2.9米 对吧 2.1米和1米的一套出来 好 所以我们找出来的7种切合的方案 它的这个尿头的长度都不应该超过0.9米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一共有7种可信的方案 对吧 那这个是用枚具法枚具出来的 到时候我会在Metalab的代码中给出来 那现在我们为了保证 我们能够完成这100号钢架 对吧 而且使得我们这个原材料的数量最少 那我们就可以混合使用这7种切合方法 混合使用这7种切合方法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设置变量 一共有7种切合方法 7种切合方法 对吧 假设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方案 A到G 就是这7种方案 他们切合了这个原材料的数量 分别为XI 那当然因为一共有7种方案 所以I从1取到7 现在我们就可以建立下面这个线性整数规划模型 大家看我们的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就是我们这个原材料的数量 对吧 因为按照每一种方案 它这个原材料的花费是XI 所以我们用X1 一直加到X7 就是C.I从1到7求和 对吧 这个就表示我们的原材料的一个花费 那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好 那有了目标函数之后 我们再来找我们的约束条件 约束条件有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因为我们要制作100套这个钢架 那你至少得准备我们 因为每一套钢架里面 有2.9米 2.1米和1米的原材各一根 对吧 所以你实际上 你这个切割的时候 你切割出来的这个原材 比如说2.9米的这个原材 它至少有100根 至少对吧 大约等于100根 同样的 2.1米的这个原材 也至少要有100根 对吧 然后1米的这个原材 也至少要有100根 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拼接出来100套的钢架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怎么样来写 我这里来 我这里来列个式子吧 比如说 我们我们说 我们使用A这个切割方案 也就是1根 就切也就是1根原材料 B使用也就是2根 C也就是3 D也就是4 1也就是5 F也就是6 G也就是7 那这个是我们每一种方案 使用的一个原材料的数目 对吧 在这里 好 大家看 你现在要 你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如果要制作100套的话 使用2.9米的至少要切割出来100根 对吧 那这样我们来找一下 我们这7种方案里面 大家看 7种方案里面 能够切割出2.9米的 有哪几个方案 我们用红色的笔标出来 首先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然后和这个可以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加起来 一个是1 加上两倍的X2 加上 加上 一个是7 对吧 应该大于100 这个表示什么含义了 一个是1 表示我们使用第一种方案 切割的原材料的数量 对吧 那你使用A方案 切割出来的2.9米的长度是 2.9米的数量是一根 对吧 所以用1乘以X1 那同样的X2 表示使用B方案切割出来的 使用B方案切割的原材料 对吧 那使用B方案 它能够切割出2.9米的 这个圆缸为两根 对吧 那就用2乘以X2 那同样的X7 X7它能 X7表示使用G方案 它切割出来的这个 它使用的这个原材料 就是X7就表示 使用G方案切割的原材料 那G方案 它能够切割出来 2.9米的这个圆缸的 个数是一根 对吧 所以用1乘以X7 那这个就表示 我们最后得到了 这个2.9米的 这个圆缸的一个数量 对吧 这个就是 那这个数量一定要大于100 因为我们现在要制作100 跟100套缸架 所以你至少不能低于 不能少于100根 这个是第一个约数条件 把它插掉完 那我已经把它写到我们下面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说的 对吧 那同样的 我们要看我们2.1米 2.1米它的数量 也不应该少于100根 那现在能够切出2.1米的方案 有C D E和G 对吧 C D E G 那我们用C C方案的话 能够切出3根2.1米的 那就用3乘以X3 对吧 C 就是切割方案 C的话 我们给它准备的原材料是X3 就3倍的X3 加上2倍的X4 因为D方案能够切出2根2.1米的出来 加2倍的X4 然后再加X5 再加X7 对吧 这个就表示我们切割出来的2.1米的这个远杆的数量 它也要大于100 那最后1米的对吧 1米我们也需要给它准备100根至少 那第一种方案 它能够切出4根来 那就是4倍的X1 第二种方案 切割一根出来对吧 就加上X2 然后再加我们的2倍的X4 再加4倍的X5 再加6倍的X6 再加X7 对吧 那就是这个是要大于100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运输条件 那当然别忘了 我们的X3 因为X3表示我们使用这七种方案 它使用的一个原材料的数目 对吧 那使用原材料的数量 肯定要为整数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整数规划体 那X3是非复整数 就X3大于100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规划体实际上就是 一个整数规划体 对吧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是大于100 如果你写代码的话 你别忘了 你要把它先转换成小于100 好 那我们就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球解的结果 我们看完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就来看代码 那使用Metatype编程 得到这个结果 是这样的 使用A方案 切割原材料14根 使用B方案 切割原材料43根 使用C方案 切割原材料32根 使用D方案 切割原材料2根 然后不使用EF 这双方方案 这样的话 我们能够只使用91根原材料 就能够得到我们这100套钢架 那很明显 对吧 这个数量原材料的数量 只要91根 就比原来节省了9根 对吧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来打开 缩小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这个实际上这个代码都很简单 主要是这个表格怎么来的 对吧 这个表格怎么来的 实际上这里用到了一个每一句法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我们Gi 表示我们这个2.9米 长的这个圆根的数目 那很明显 因为原材料的数目是 原材料的长度是6.9米 大家看 原材料长6.9米 那你在一个原材料上面 你最多能够切出两根 2.9米长的圆钢出来 对吧 你最多能切出两根出来 因为3乘1.9 3乘1.9就超过了6.9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i 就表示2.9米长的圆钢的数量 就从0取到2 它要么取0 要么取1 要么取2 不可能大于2了 对吧 这个是2.9米的长度 同样的2.1米的长度 2.1米的长度 大家看 如果原材料是6.9米的话 它最多只能切割 3根出来 对吧 所以G G就表示这个2.1米长的 圆钢的数量 从0取到3 那最后1米长的这个圆钢 它最多只能取 只能切割出来 6根出来 对吧 K就表示1米长的这个圆钢的数量 K从0取到6 那这个是IJK 分别代表这三根圆钢 它们的一个数量 然后大家再来看 我们现在要保证什么 我们现在要保证 我们的这个余料 大家看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保证我们这个料头 对吧 它料头的长度 不能超过你那9 说白了就是说 你这个使用的 你使用的这个材料 要至少大于6米 对吧 那这个材料 至少要大于6米 那这个使用的材料 怎么说呢 那就是用2.9乘以I 对吧 就表示2.9米的 使用了一个材料 然后加上2.1乘以J 再加上1乘以K 对吧 1乘以K 那这个材料 就是我们使用的材料 它要大于6 就是这个合计的长度 对吧 它要大于6 还要保证 这个表示且 还要保证什么呢 还要保证我们 我们这个使用的 这个总的长度 不能超过6.9 对吧 因为你超过6.9 就就不够了 这个原材料 所以我们还要保证 它小于6.9 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 满足的两个条件 然后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 我们这个IJ K把它输出出来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切割方案 对吧 那这个切割方案 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料头的长度 不超过0.9 我们来执行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每句法 对吧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情况 都给它每句了一遍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可行的一些方案 比如说正的006 就表示这个对吧 就006 就表示2.9米的0根 2.1米的0根 1米的6根 对吧 006 014还有 014就是这种方案 对吧 然后022 022就是这种方案 030 就这种方案 104 这种方案 对吧 然后111 这种方案 然后201 就是这种方案 那这个顺序和我们这个表中的顺序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表中的顺序是按照这个料头的长度 给它排序了的 比如说A方案对吧 它的这个料头长度最短 所以把它进行了一下排序 大家如果知道了这个每句结构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表给它做出来了 对吧 有了这个表之后 那下面我们就使用我们刚刚的分析思路 来建立这个约束条件 有了这个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 我们就可以一起代码了 比如说我们的C C就表示我们目标函数的系数矩阵 那就是全部是1对吧 这是一个最小话问题 然后现在指定一下我们这个决策变量 哪些决策变量是整数 那因为我们这个也会在 表示我们切割的原材料的数目 他们都是整数 所以硬头C1就是1到7 那表示他们都是整数对吧 再来看A A表示我们这个线性不等式约束 它的一个系数矩阵 大家别忘了 这个是大语等于好 先要把它转换成小语等于好 所以前面要加一个负号 大家看 1 2 就我先把这个A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再在前面加一个负号 就相当于给它取一个负号 然后这个就照着写就行 比如说 X1前面的系数为1 那就第一个位置的原数为1 第二个位置的原数为2 然后X7前面的系数为1 中间X3一直到X6全部为0 那这里一共有三个约束条件 对吧 一共有三个不等式约束 所以我们A的行是3 列就是表示角色变量的个数 有7个对吧 所以有7列 这个是A 那B的话 B的话就是-100 -100 最后我们要给它一个下解 因为XI它是非复数 所以它的下解应该都是0 那LB就是下解 全部是0 对吧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调用 我们的Intel NinPro暗算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已经出来了 实际上就是我这个表中的对吧 14 43 32 22 然后这个使用的原材料的总数是91 好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钢管切割的这个题目 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 对吧 那大家如果不听我的讲解的话 可能就很难想到这一点 很难想到这一点上面去 我们 之前我给大家留过那个作业对吧 我说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下 我们这一节的科学题 第一题 第二题对吧 然后和第四题 大家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做了 如果原来你没有作用会的话 你可以现在再来做 那这个几个题目 比如说第四题和第一题都是整数规划问题 那像这个第二题就是一个线性规划问题 大家可以提前做了 那做完之后 我这个讲义最后面有答案 大家可以和我这个答案对一下 那我们这一个视频就先讲到这里 在下一个视频 我们再来讲我们的这个非线性规划问题 非线性规划问题 它的这个编程要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非线性规划问题 大家想啊 它这个目标函数 以及它的这个约束条件 都可能为我们的这个 都可能为这种非线性函数 对吧 所以它的形式就比较复杂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来介绍一下我们Metalab中 怎么样来求解我们的非线性规划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